刚刚票选灰姑娘的时候 你投给了我 没有 张路长 你们知道今天要进行孝庆节目 灰姑娘的角色竞选吧 我想竞选灰姑娘 我们都是一个班的 你们投我吧 我请在家吃饼干 真行 还能这么拉屁 你说这 这真不巧吧 最近牙疼 我戒糖 你呢 你也知道 牙疼 它传染的 张路长 你呢 竞选 不是应该看我每个人的表现以后 再做选择吗 没错 不过我相信我准备得这么充分 靠实力也是没问题的 我有预感 这是个静体啊 叶真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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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炽 我看着后头的夕阳 我不服气 肯定是苏再在自己家拉票了 要么就是黑幕 不然他怎么可能 刚好比我多一票呢 一名专业的演员 无论拿到什么角色 都不会有怨言的 而且这也是投票的结果 我希望你能坦然接受一点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 我把投的票给你看看 不用了 学长再见 学长 想麻烦你一件事 我想看刚刚投票的纸条 你怎么赢了 也想看啊 也 没什么 都在这儿了 拿 谢谢学长 哪儿啊 那投票的那纸都染黑了 那就给你画一张 没事 可以用 来 刚刚票小辉姑娘的时候 你投给了我 没有 你不会是害羞了吧 没有 真是你啊 不记得了 因为 你会给我撑腰啊 我 没有 我猜我一定是谁 张罗长 谢谢你 没有任何 也没办法说 说了谎就会摸脖子 我们让让连骗人都这么可爱 其实 今天有你选我就够了 那一天 那我们看了 有点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